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 叫做不要用宗教来看命理 其实在命理里面最讨厌的是什么 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往往用宗教的观念来看待命理 各位要叫你行善积德 你才会好运 但是我们看了很多案例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为什么我的婚姻还不好 我哥哥一生行善 为什么他就没有钱 这种东西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 行善这种东西 我只能够说 他是跟印心比较有关 行善他是跟印心比较有关 跟印心有关的 他绝对不是财 为什么 他会硬克会 硬会克食伤 那食伤一弱 你的财心就变弱 财会来破印 当你的印越多 财来破印 这个财会怎样 会卸掉他的力气 所以各位行善 他绝对跟财扯不上边 行善会跟什么扯上边 印 会来生比 人际关系 所以你去行善的时候 你跟人的相处 会变比较好 这是很正常的 你人会比较好相处 了不了解 今天假如你看到钟荣义 哇 钟荣义开始在乐善好施 你们就会觉得 哇 钟荣义开始比较好相处了 但是各位 还想太多 今天我都在给你们讲这个 这一个题目了 你认为我会乐善好施吗 对不对 我会好吃懒做 乐善好施 所以 印 人际关系会好 还有一个官 会来生印 当然会来生日主 所以你行善的人 会在工作职场上 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 当然还有一个 容忍性会比较大 因为印本身就是容忍性 所以 印 他是比较 属于 这几块 跟你的人际关系 跟你的官 会比较有相关 但是你假如是抱持著求财的心态 我要行善积德 而来求财 你就别想 因为他对财运没有帮助 他对财运 我们看到在这里 印克食伤 所以你就会知道 当你假如去行善积德 修行做了宗教这一些事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妈这个人变得笨笨的 被约制住 印克食伤 食伤代表自己的聪明才智 被约制住了 没有像以前那么聪明 甚至有些人会怪怪的 有些人学了宗教以后 行善积德以后变神经病的 也有 就被印克食伤 食伤受伤 人就会精神方面怪怪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宗教的人 你不要来看命令 为什么 其实在宗教的 他们的角度会比较偏向于 跟人 人际相关 要不要解 跟人际关系有相关 工作上 会比较顺 就是工作上 你比较擅长 跟人交际 其他的 你求财的 你别想了 你别想了 要不要解 你求财的 你别想 所以 各位 为什么 我会说 你不要用宗教的角度来看命令 因为宗教他的一个角度 他比较像是初世的角度 我们都知道初世的角度 都是降低欲望为主 但是命令的角度 他是入世 入世的角度 就是我是正常人 我要怎么做 他才会变好 而且 而且 宗教他的一个观念 太过于绝对 做坏事 人家讲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 你信宗教的人 都会跟你说 你不要做坏事 不然的话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有些坏人 人家他也是善宗 各位 我们看到也很多好人 一辈子做善事 他也是不得善宗 不是所有行善的人都是善宗 也就是说死亡 跟他是不是好人坏人 没有太大的关系 各位 了不了解 不是说你好人 你就会善宗 不见得 很多人还不是一个车祸 说咚 就不见了 所以 我都会跟 学宗教的人讲 你不要用宗教的角度 来看命理 不然的话 你 会变得非常的偏激 命理 他就是在跟你讲 什么时候好运 什么时候坏运 当然你有在修行 因为你的欲望比较小 所以他或许 对你的影响性 会比较低 但是 影响性低 不 不代表你改变了 各位 影响性低 不代表你改变 而且 更多的情况 你们劝人为善 但是 你们用的是利益的角度 财就是利益 你要好好的行善 所以 这样子 你的桃花才会旺 你的工作才会好 你用这种角度 各位 就错了 你用这种角度 就错了 他变成是有所求的情况 自然 我们命理上面所讲的 你问的 你求的 都是不会成真的 各位 怎么又来了 我老是跟你讲 你问的 你求的都不会成真的 你去拜求生 拜佛看看 你跟他求的 有哪几样成真的 对不对 你跟他求的有哪几样成真的 成真的机会不多 绝大多数都不会成真的 命理也一样 你来问我 绝大多数都不会成真的 我只能够安慰安慰你 你怎么做 就看你自己心态要不要改 我总是会跟你们讲 我为了要变成像现在的我 我当时候做了多大的努力 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看我过得很开心 看我不愁钱 可是我为了要达到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做了多少努力 你们没有看到 对不对 你们只看到了 时间到了 哎呀 我要来看老师的直播 各位 我直播 我人不用坐在这里 我开直播 我不用浪费我的精神 我不用准备题目 你每天有影片看 难道我都不用花时间 你们只看到 我老师有影片 老师太轻松了 又可以 赚很多钱 你看到就这样子 你没看到这些东西 你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各位 我做的很勤劳 我认为这是我应该的 因为我做的很勤劳 因为我知道他有效 没效 我天天给你讲改运 结果我自己苦不拉几的 你要信我干嘛 各位 天天给你讲改运 要怎么让财运变好 要怎么让桃花变好 结果自己苦不拉几的 比一般人还差 你相信 屁啦 他就是 他只是在什么 给你嘴炮而已 影片里面 多少人是这样 自己去看看 不然就是 把命理当做工具 来卖东西的 他不是靠算命 起来的 他靠的是 卖东西 让自己 大富大贵的 利用人性 好可怕 来 卖你什么 多少是这样 所以 各位 要去知道 在命理的一个角度里面 尤其在五行派 我们都是用五行深刻 来看待运势 然后 接下来 你了解运势 你要怎么做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行动才会决定 你 变好 或者变坏 行动才会决定你变好 或变坏 你假如什么都不动 你现在是怎么样 10年后 差不多就是那样 就看你的运是好一点 还是坏一点 比现在好一点 还是比现在坏一点 因为你不动 所以 各位 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 不要害怕 说自己的运很差 就不行了 各位 我的运也很差 我说过了 我要56岁才有财运 我也没有官运 我唯一就只有一个食伤很强而已 食伤客官 食伤还生不了财 真的是很头痛 那在这种情况下 财官都很弱了 你们最起码在座的各位 你们 不管在财运 或者官运 你们可能 有一个都赢我 那你看 我都可以在财官都不行的情况下 去帮我找出一条适合我走的道路 然后当我走了这条道路以后 我的人生整个改变 我的眼界整个变得不一样 所以 所以呢 你们 才会来看我的影片 你们才会来看我的直播 甚至找我算八字 甚至找我学八字 各位 我的八字还是一样很烂的 56岁才有财运 我现在也播才42、43 还年轻 对不对 但是我要等到那时候 假如算命只是让你 知道而没办法改 不要算 了不了解 不要算 到不凭着直接去走 你还失败的比较开心一点 算命就要让你知道 哪边是机会 哪边是危机 机会去闯看看 只要成功一次就翻了 危机 每一次都当做世界末日 不要让他发生一次 发生一次就完蛋了 就是这样子去走 然后 从你自己的身上去找出 你的强项在哪里 根据这个强项 去走 你的道路 各位 我就这样 破财没办法经商 没办法当老板 破官 工作上又得不到长官的赏识 就只有一个食伤 食伤很强 怎么办 做专家 没有办法解 做专业人士 那这样子 自然而然 食伤会生点财 财运就会好 会破官 我的名声 永远都很差 但是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取舍 所以我取舍的情况下 我追求财 我不要名声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这个样子 个性上 疲疲的 不要什么形象 我只要做 我自己本的 我只要做我应该做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舍弃的是什么 自然就往那边去了 那我会走到破财 没有钱 没有 官的情况吗 不会的 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 你那破财 我不是乞丐 很多人都看到都这样子 你破财 我就乞丐了 所以各位 命理 他是有方法 让你去变好 而不是用宗教的角度来看 所以你宗教人士 不要用宗教来看命理 有的时候你会完全 只是很偏激的说法而已 因为命理不牵扯神鬼 你不要跟我说冤亲债主 你不要跟我说业障 因为命理管的就是活人 就是你的运势 所以如何照着运势去进退应退 这才是命理在讲的事情